今天元旦清晨的一场车祸 小轿车撞上了计程车 在六位受伤的民众当中 有一人是孕妇 清晨六点 马路上车子不多 加上又是绿灯 小客车椅时速50公里 行进环河路段时 没想到旁边滑江桥的闸道口 突然冲出一辆计程车 煞车不急 直接撞上 板筋凹陷 玻璃破碎 计程车车窗扭曲变形 一盘黑色小客车车头 几乎全毁 地上还没有煞车痕迹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道 非常恐怖 当时继承车上载了三名 刚从市政府跨年结束 准备返家的乘客 黑色轿车则是由驾驶 载着怀有八个月身孕的 护士妻子准备上班 继承车下滑江桥之后 贪快闯红灯 黑色轿车原本应该绿灯执行 但小黄突然冲出 煞车不及拦腰撞伤 我用个动用河的方向 下来 下来我在路口减速 没车我开过 突然就碰一声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司机闯红灯 还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幸好六人送医师 意识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孕妇也没有大碍 贪快闯红灯 在2013第一天 两成意外 中文新闻 许志明柯市张 李一提 请来自报道